《人民力量》第二節回到香港大學的社會工作系教授的巢 就是辦事處跟教授談談香港的貧窮問題 剛才我們講了香港早期 特別是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就是那時候的情況 那時候你研究了香港的貧窮問題 就是百分之十幾的人口生活在貧窮之中 但是在這個七十年代的香港 社會的發展和情況和現時很不同 當時的貧窮的人口 當然年老的能力較差 但是很多貧窮人口仍然都是三、四十歲 可能有很多齒類 但是當年第一工業正在發展 就是很多的家庭或者很多的香港人 他們是尋求各種的就業或者發展的機會 那年代也有很多山寨廠 很多家庭工業、手作業 即是你織交花也好 你這個製衣廠也好 那製衣廠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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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勞動工作 總之如果你肯做 當時是可以透過自己的努力 是可以很快改善到生活的 當時的年代我想用兩個說話來講 第一方面就是一般人真是自生自滅 你自己靠自己的力量去改善你自己的生活 你不要靠政府真是幫你 從今天對政府的期望是很大的分別在裏面 第二就是其實那個時代是一個六七十年代幾混亂的時代 混亂的意思就是很多事情都沒有一些很清楚的規條去做 如果今天你在一個住宅裏面整間山寨彩 我想很多人馬上投訴你再次見很多事情 走火的設施 但當時我想差不多每一個地方 就算廣島區在西環、灣仔也有很多這些床 太原街我記得因為我住的地方近那裏 很多這些小的工廠 總之你找到門桌 你拿到貨回來 找個檔口仔去埋 又可以養護一家人 當時的情形真是這樣 真的沒有屋住 你等著上公屋的時候 你可以在路邊或山邊乘搭單無屋 天堂無屋根本就是當時普遍到你差不多去到哪裏都 看到中指隔樓上面 我記得我住的在灣仔住的屋上面 今天也是天堂無屋 我想社會當時是比較混亂 窮是大家可以說一個普遍的現象 一個不是說今天就覺得窮是很羞恥 反而當時就覺得窮呢 你自己努力 你自己勤力點去賺點錢 來養護家 養護自己 反而一些人如果去靠政府 申請政府去拿 我六七十年代還是沒有公門的時候 是要排隊去拿實物的 即是我們叫實物救濟 有兩個廚房 一個廚房就是我住在馬會博物館那個地方 以前有一個政府的廚房在那裏 逢一個星期不知道哪一天 有很多那些浪漫家的歧視 去拿麵、罐頭、蔬菜 一個星期去兩次 他們就穿些黑膠醜的衣服 你知道浪漫家穿些那些衣服 那些人就叫黑手黨、黑衣服黨 當時的官員就不是倚靠政府 也都不想倚靠政府 也都覺得很羞恥 即是如果你如果要靠政府 是救濟你的時候也都很淒涼 反而當時本地的 譬如東岸三元、保安局、教會 就算是中親戶都做了 做的事還比社署是多很多 我想情況差不多到七十年代尾的時候 就開始上軌道 有個比較制度化的援助制度 你研究了一個貧窮 在七十年代香港普遍出現 政府在七九年開始有政策制定 去協助這些貧窮人口 即當時的政府的態度和取向是怎樣 我想我們提升這些 我一定要提的就是麥利浩 因為他來了做港督之後 因為他自己工黨的背景 可能也都因他自己 他第一個做外交官是走來做港督的 即以前那些都是殖民地的官員 這樣去做的 但他民地浩本身 他是工黨的外交部裏面的人 這樣就派來做港督 我想他有些使命感在裏面 我想大家都提他的十年建屋計劃 我自己七十年代已經出來教書做事 他在那個年代裏面 在他的任內出了兩次白皮書 社會風力 一是七三年一是七九年 所以在十幾年裏面的時候 社會風力整個制度出現了很大的變化 今天我們講的五年風力規劃 十年的program plan 程序計劃 全部都是在他那個階段裏面出現的 那也是制度化了當時的中午的制度 即是怎樣計算 除了基本的生活之外 如果你是年老的 有一個叫津貼 額外的津貼給我們 雙層的都是額外的津貼 甚至是有些叫做長期的津貼 如果你是靠縱緩商場的時間 你每一年可以拿到一筆錢 來添置一些比較要多些錢的 可能買個電視機 買個櫃 買個床 但是當時政府的新的社會福利政策 或者是公援的制度 對那些貧窮人口即時改善生活 或者那個安全網所提供的情況 是否令到那些貧窮的人士 可以脫離那個貧窮的苦況 都不是 我想全離貧窮到90年代 政府都覺得要靠自己的力量全離貧窮 大致上他們覺得整個縱緩制度 都是給那些努力相殘的 一個基本的生活 到今日我想都是沒有改變的 政府的策略是沒有改變的 不過這個以後可能講97之後我們再提這一點 但是我意思是說 以前是用一種很臨時的措施去做這些事情 或者最基本的 譬如在縱緩裏面對民國人的看法 差不多餓死你 總之你夠溫飽就算了 但是到了70年代就是物理浩時代的時候 是制度化了 這個制度是除了給一個基本生活之外 對於一些特殊的需要 譬如說電腦、雙層、家庭有患病的成員 是多了很多的協助 我記得李浩的政策最令人覺得影響深遠的就是 他提出那個社會的四大支柱 就是這個房屋、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 就是你這四大支柱就令到社會得以穩定 是吧 所以他那個所謂社會福利不是單單社會福利 他有房屋、醫療和教育是一起襯托著 導致任何的家庭在政府這四大政策的援助之下 他的生活得以穩定 所以當時的社會福利的政策 是整個政府是向這個市民 特別是這個所需的人士 所提供服務的其中一部分 令到這個香港的家庭 特別是有經濟困難或者是稍為弱勢的社群 在那個政府的支援之下 那個生活可以較為穩定 我想到社會穩定 就是70年代的時候才是比較穩定的一個社會 尤其是到1980年的時候 所謂取消了那個抵對政策 就變了是一個比較穩定的 我們知道雖然說當初的時候 每一天75個人是從內地裏面移民來香港 但之前的時候 一未取私抵對政策之前的時候 真是日日你都不知道有多少 就是走來香港裏面的 你很多的公共設施根本沒有規劃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人口那個增加是怎樣情形 我想當時有個好處就是香港經濟起飛的階段 都好像原作內地那樣起飛 70年代的時候根本是對勞動力 就是扣過之功的 所以雖然有這麼多人是走來香港裏面 但仍然可以扣下去 基本上我覺得是OK的 他們70年代單單是製衣業的勞動人口 都成幾十萬 還有很多中標、玩具、成衣 我想這幾個行業當時 真的吸入到很多非技術的工人 所以貧窮當時 如果你不是用一個相對性的貧窮觀念去看 你基本上說香港沒有貧窮都可以得 因為如果你用當時的社會服務司的觀念 總之你不是要窮到黑食的時候 香港真的可以說貧窮是消失了 如果你用一個很絕對性的貧窮的貧窮 如果你用張建宗的定義 你拿中門都不算貧窮 香港現時的官員那些態度 如果你看回70年代開始穩定和發展 政府的政策也有所改變 80年代經濟起飛 導致有能力的人士可以透過工作和創業 將他的生活和收入改變 但仍然有一堆腦弱傷殘 在社會上可以改變狀況的機會不大 那部份政府要照顧這班人的基本需要 是否可以滿足市民的基本需求呢 基本的生活就應付得到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是去到差不多九十年代中的時候 在回歸之前 拿中門的人士之中 佔了七成八成是年老人士的 基本上其他人是很少的 如果把年老人士的傷殘 患病的加碼一齊 差不多佔了當時拿中門的 在回歸之前的八成都是這些人士 整個中門制度根本就是照顧老人士的傷殘 其他人士很少拿中門的 政府可以保障到他們的基本生活 但長期來說我經常覺得 我們不想說那些老人家到到 好像今天我們六十五歲以上的 有九十四萬左右的老人家 四個之中有一個是拿中門的 我們不想這事情發生的時候 幾十年來我都是想推動一個 比較好的退休保障制度 但如果你只是看窮人 如果政府只是說老是傷殘才做事 其實他可以說自己已經做完 應該可以做的事 你看回歸後 特別近這十年八年的發展 香港的貧窮人口是否逐步走向年輕化 不單是年輕化 而成因是多樣化 我們多了很多單親的家庭 即是一個家長 很多原因造成香港失業率相當高 現在每一年的失業 對不起 應該是離婚的個案是上升的 離婚率差不多去到現在每一年是一萬五千宗 而我們結婚是四萬多 每兩宗結婚有一宗離婚 即是最近的數字 這樣上下 有很多單親 有些是假單親 現在牽涉到新移民的問題 因為很多人仍然在內地 這是憑說一個很喜歡的因素 其實在一些比較新區 譬如說天水圍、東涌 這些比較新俄國人士 比較集中的地方的時候 很多時候有這樣的政見 第二方面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 坐積貧窮 即是很多人 他沒有最低工資之前的時候 其實你賺六千元以下 可能有五十萬的人是賺六千元以下 那你想想如果今年年初的時候 如果一個普通的人賺四五千元 他根本自己都生活不了 不要說養家 第一方面就是 貧窮成因不是好像我三十年前所看 就是年老和子女多 而是今天坐積貧窮有 因為失業的緣故 因為工資低的緣故 也都是一些新移民的家庭 也都是一些單親的家庭 電腦的家庭也都繼續維持下去 所以一個人窮可能現在很多原因 甚至我們知道有二十幾歲 現在都不少是拿綜援的 有一萬幾千我記得應該是七千個 是二十五歲以下拿綜援的 但是這些人 即是年輕人為何拿綜援呢 又值得我們去深思的 年輕化的意思就是 我們現在拿綜援很多時候 不是好像去到一個階段 是走投無路才拿綜援 我想我們現在會接受 就是一般市民會接受 就算你是狼狼 因為種種緣故是沒有收入的時候 你靠綜援是一個市民的權利 我想這個觀念上也很重要 那個經濟結構和貧窮人口的多元化 有沒有一個因果的關係呢 有有有有 今天我曾經做調查的時候 訪問一些拿綜援的助織的人士 即是他們是可以找到東西做的 他說真是見過十分百人工 找不到找不到 這些未必是低西洋的人士 即是非技術的人 而他們可能是中國不如出來的 可能是在我們離開香港 但他們不是完全沒有技術那班 即是現在香港成員就是 反為你不是很簡責 即是不可以這樣說 總之你甚麼事都做的 你可以找到東西做 但如果你希望自己 譬如說你中學不是出來的 或者讀過一些技術的課程出來的時候 你想找回你自己行業的時候 我想最大的問題就是 香港現在的經濟是太過偏向於地產和金融 即是你這兩範的項目之外的工作 你根本是找不到就找不到 我訪問過一些二十年歲的 他不是做這兩範的 他去做的 我認識一個人出來拗書的 教了整十年八年 都找不到一個長期的教席的 他做了幾年教書 又殺校又不知甚麼 出了來 出來的時候 經常都是想找一份長工的教書都沒有 經常都是替人補課 做這些事情 現在很多這些就是這樣的年輕人 或者是二三十歲的 有時真的找不到就找不到 那你說 你如果這樣情形 為何你不去做洗碗 你不去做清潔 我社會是否 要一個讀完教育民憤的 大學異業的 找不到教書的 走去洗碗呢 我想我們都不想這些人這樣做 即那個經濟基礎的改變 就出現了貧窮人口的多元化 另一個情況就是貧富懸殊的加劇 和貧富的差距也都越來越大 即這個問題和政府的政策 和整個經濟結構的發展 那個的成因又是怎樣教授 早兩三年的時候 我自己看過一本書 就是大前年一所講的M型社會 即原本是任何社會裏面的 中產或者中間收的人 應該是佔最多數的 但是我想這位作家 日本的分析員 就發覺日本裏面已經開始 就是中間那批就流向兩邊 所以好像M型那樣 M字就在中間倒進去 那樣的情形就是 由於經濟的改變的時候 我覺得香港也都出現這種情形 即如果你太偏重 我認識一些我一輩子贈 尤其是在我那番店裏面 他們那個從事是金種那些 真的可以賺到很多錢 即幾百萬一年年薪的大人在 但是同時也都 即最低工資之前的時候 不少的人 尤其是前幾年的所謂 非技術低學力的人 高過於求的時候 而認識很多人就留在下面 而我覺得最大的錯誤 或者最大的限制就是 政府似乎真的偏向於 即是金融和地產 如果你不是做一些工作 從金融和地產相關的時候 你根本是 即是你可以說 生活賺錢都可以的 但是你的收入就不會有什麼轉變 即是你見到這個 七八十年代 貧窮的基於他自己本身的努力 或者當時經濟的制度上 仍然有一定的空間 給他做其他的發展可以提升和改善的生活 但是到2010年的今日 即基於那個經濟體系的情況 貧窮的兩極化 而貧窮的年青化那一班 就算想努力 似乎那個可以提升的空間 機會都越來越減少 因為2011年第一季我分析那個數字的時候 賺1萬元到2萬元 我們有103萬的工作人口 在這個category裏面 而這個數目是不斷擴大的 我們現在的社會裏面 有些人說助織貧窮 我想是有了最多工資的時候 我想是幫助到很多基層那些 不過這個情形我想要到有具體的數字 我們才可以做分析 但我覺得我們現在講的貧窮 最好我們的注目 尤其是有了最多工資之後 花園應該集中在1萬到2萬元入息 這一班百多萬的 很多時候是年輕人的 我想這個可能你們作為議員 你認識多這一方面的 也都我們今天所講 所謂80後的現象就是這樣 即這班不是說沒有學識的人 他們有學識的 他們有教育的 很多都讀過大專的課程 很多是IG畢業或者其他大學畢業 但你出來怎樣呢 現在的經濟結構就是 如果你不是從事地產和金融的 你根本那個入息 我可以說就算你出來做事的 都是在1萬到2萬之間 不是說你不可以稱它是貧窮的一族 但是這一班人 他看不到自己的前途 他相對性來說 他覺得自己是窮 因為這個社會裡面很多的財富 很多的新的發展 新的生活的享受 他們是分享不到的 他們可以說 沒有前途 所以我不是說他們沒有前途 而是他們看不到前景是怎樣 而是在這個階段裡面 他們看不到自己的出路 看不到自己的未來是應該怎樣 又不想在這樣的生活裡面是結婚 就是我認識很多 情願兩個人走在一起 同居好或者其他 就是因為他不肯 就是他賺1萬多元的時候 他很難去承擔那個家庭的責任 那你更加不用說他生育兒女 就是我想我們現在的社會 應該是著重這班 百多萬的人 他們賺得那萬多元 又看不到自己的前景 又看不到自己 又買樓不要更加不要說 租房裡六七千元 好好地的 這樣你剩下多少錢 可能就七八千元 你去生活 我想現在反而 就是如果我們著重香港貧窮的研究 我想就不是說最窮那班 因為那班基本上 就是現在其實最低工資 和縱援制度可以保證到他們的生活 而是我們現在更加推上一層 就是用一個比較宏觀 遠一點來看我們整個社會裡面的 入息的分佈 和所謂貧窮已經是 去到一個情形就是 指一班人 中產貧窮化 中產貧窮化 是的 這個社會現場值得 因為他涉及的人很多 我們三百六十萬的勞動人口 三分之一在這個組別裡面 那你看回那個 就是財團那個的資產 是膨脹真的很厲害的 譬如我看一些數據 譬如你看回長和系統 即是長江在這個八十年代 他的資產是二百多億而已 但是去到2010年 你只是長江的資產已經暴升到二千多億 是的 你再加上和和和三千多億 即是兩個循環系統加起來的資產 即是由這個八十年代 即是可能三四百億 去到這個2010年 已經去到六千多億 即是那個暴升 和這個香港市民 包括剛才你所說的 中產貧窮化的一班 即是那個佔全香港的經濟得益 或者經濟成長下的財富的分佈 他們是在萎縮著的 是的 即是整個 即是分那個病 是越分越細的 當然不是 小了個程 他連基本生活都搞不定 但你 即是那種的無奈 那種的 即是覺得人生那個 即是沒有人的 即是你這樣做事 日熬夜熬 即是上班 放工 工作時間越來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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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間劏房 那又 即是 認識了男朋友女朋友 又不敢結婚 即是這種 那種生活的 那種的苦悶 你 你花多些錢 你都怕 不行 即是這個貧窮化的現象 除了 譬如你七十年代研究 就真是 那百分之十幾個 貧窮家庭面對的現象 即是你現在那個 那個貧窮化這個現象 其實是一些 在收入上 未到貧窮線 未到貧窮線 但那個生活 本身 其實都是貧窮化的生活 貧窮化的生活 那種 即是相對於六七十年代 那些窮人 即是物質那方面 可能似乎好些 但如果你 講過心情 講自己的機會 講自己的組織家庭的能力 可能比以前更加差 即是以前那幫窮的 還可以 捱得幾年 他們知道自己的山寨 又可以賺多些錢 或者做自己的家庭 他們不怕 因為他們覺得 將來會明天更好 即是七十年代 你研究的貧窮人口 他屬於貧窮 但他們可以生兒育女 可能養成五六個小孩 都仍然可以的生活有所改善 現在發展到今天 不是貧窮的家庭 都不夠膽生兒育女 不敢 不敢 根據這個奇怪的現象 以及究竟這些 非貧窮家庭生活貧窮化 這個現象 究竟有些什麼的出路 以及究竟有些什麼 在這個政策改變上 可以令到這個問題有所改善呢 我們待會第三節 跟教授再研究一下 這個這麼奇怪 和這麼奇特的現象